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最家常的炒芹菜 我提前已经把它洗好了 接下来我们改一下刀就可以了 这墨鱼比较少 不用切得很花燥 我直接切条就可以了 改好刀以后 装回盘子 这样就可以放一边备用了 再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芹菜 切成段 再来切点笋丝 这样搭一下比较好吃一点 再来准备点辅料 姜切丝 葱切成小段 小米辣切成斜刀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接做了 锅烧热我们加油 爆香 姜和葱 直接下落墨鱼 加点料酒 稍微加一点点清水 蒙一下 盖上盖子 煮三分钟 好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 接下来就可以把芹菜和笋 小米辣一起放进去炒 翻均匀 再来调一个味 加一小勺盐 加点胡椒粉 再来加一点白糖 不用盖盖子 让它煮个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墨鱼时间不易过长 过长了就太老了 出锅前我们再来一点明油 这样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稍微带一点点汤 好了今天这道最家常的芹菜炒墨鱼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而且这套菜非常下饭哦 做法简单 墨鱼不用焯水 直接用大火炒就可以了 去 我们下期翻误 我们下期翻译